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pache Shading Sphere Scaling解析 下面进行简单自我介绍 我是钟鸿胜 现在是Apache Shading Sphere Committer 现就职于Sphere X 负责Skaling开发及部分产品功能规划 今天的主题主要涉及如下四大部分 第一个是背景介绍 第二个是Shading Sphere介绍 第三个是数据迁移介绍 第四个是Skaling产品线介绍 下面正式进入主题 当业务持续发展 数据量和并发量达到一定程度 广统数据库可能面临性能 可扩展性 可用性等问题 业界曾提出NoSQL解决方案 通过数据分片和水平扩缩容解决以上问题 但是NoSQL数据库通常不支持事物和SQL Shading Sphere也支持数据分片和水平扩容 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同时还支持分布式事物和SQL Scaling是Shading Sphere核心功能 提供的数据迁移方案 可以助力传统数据库 红滑切换到Shading Sphere 同时还提供数据库节点的弹性破缩容能力 Shading Sphere的产品定位 Database Plus 致力于构建数据库上层标准和生态 现在已经构建出丰富的功能层 包括分库分表及数据分片 读写分离 常性伸缩 分布式事物 数据脱米 数据加密 DatSQL 影子库等等功能 用户可以基于这些功能 在结合自身需求构建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包括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分布式数据库解决方案 数据加速解决方案等等 下面正式进入数据迁移部分 先看几个相关概念 原端是指原始数据所在的存储集群 目标端是指原始数据将要迁移的目标存储集群 分量数据是指在数据迁移开始前 数据节点中已有的数据 分量数据是指在数据迁移执行过程中 业务系统产生的新数据 结合下面这张图来看 在数据迁移过程中 业务系统还持续对外提供服务 这个时候还会有增伤改查等操作进入原端 所以可能产生增量数据 当数据写入目标端的时候 同时会完成数据分片 数据加密 数据托米 前提是用户选择并开启了这些功能 数据迁移主要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准备阶段 第二个全量数据迁移阶段 第三个增量数据同步阶段 第四个数据一致性校验阶段 第五切换数据库流量阶段 准备阶段 处理的事情较多 第一个是检查数据库配置 比如定log是否开启 数据复制权限是否开启等 第二个是表结构迁移 包括键schema 键表 键索引 第三个是检查目标当表 无数据 第四个是新建增量同步任务 第五个是分解并新建 全量迁移任务 拆分主要涉及到表维度的拆分 数据量维度拆分 比如说定当表有1亿数据 系统默认按照1000万一段进行拆分 可以拆分为10段 即10个全量迁移任务 可以并发执行 最后是提交全量迁移和增量同步任务到现成组织期 首先执行的是全量迁移任务 进入全量数据迁移阶段 这里主要涉及的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型 涉及三大角色 数据通道负责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 可以基于内存实现 也可以基于MQ实现 生产者的职责是从原端 读取数据并放入数据通道 消费者的职责是从数据通道拉取数据 并写入目标端 完成数据分片和数据加密 来到增量数据同步阶段 这里主要也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模型 和穷量迁移的主要区别在生产者 这里生产者的职责是通过数据库复制协议 获取增量数据变更 然后放入数据通道 不同数据库获取增量数据变更的方式有些区别 MySQL是订阅并解析inlog实际 后世的GlySQL是创建逻辑复制槽 并解析duplication实际 基于WL实现 下面看一下inlog和WL特点 图上有一个余额表 当我们对这张余额表做增上改操作的时候 所有的操作记录都会记录到binlog 操作日子只增长不更新 但是可能删除历史悠久的操作日子 binlog的第二个特点 时间机器 对于binlog 我们可以在binlog选择任意一个位点 从binlog起始位置到该位点 组成一个范围 该范围内的所有操作日子应用之后 可以构建出历史时间节点的余额表快照 比如说在位点1对应时间点T1 这时候只有一条记录 余额是0 在位点2对应时间点T2 这时候已经有很多记录了 同时第一条记录的余额是100 增量数据的变更需求 第一个需求是逻辑复制 因为系统需要支持跨数据库版本迁移 跨系统环境迁移 跨数据库类型迁移 第二个是数据变更记录到行级别 比如一条update语句更新了五条记录 就产生五条记录变更 而不是记录一条update语句 MySQL需要把binlog format设置为raw模式 第三点是记录所有之段 第四点是最好可以记录DDL变更 这一点MySQLbinlog是支持的 PostGreeSQL逻辑复制目前还不支持 MySQL增量数据复制 首先是在准备阶段通过show master status 获取组节点的binlog文件名和当前最新位点 然后在增量同步阶段 先连接并登录到MySQL组节点 再发送legist slave事件 注册为重节点 这里是模拟的重节点 参数需要提供重节点的serverid PostNA port 这里的serverid使用的是随机数 然后再发送binlog dump事件 开始接收binlog stream 参数需要提供重节点的serverid 主节点的binlog文件名 binlog位点 就是前面准备阶段获取到的那些 最后循环解析事件流 放入内存对列 这个实现在网络层 生产者会从这里拉取数据 过滤掉不需要的表的数件 然后处理增商改数件 PostGraySQL增量数据复制 也是类似的几个步骤 首先是在准备阶段 创建逻辑复制槽 并获取位点 通过PostGraySQL提供的 SQL系统函数创建逻辑复制槽 参数需要提供复制槽名称 和解码输出插件名称 通过PostGraySQL提供了 另外一个SQL函数获取位点 不同版本的函数又有区别 到了增量同步阶段 通过逻辑复制流 获取数据变更 PostGraySQL节点变身驱动 提供了复制接口 可以直接获取复制流 逻辑复制流 参数需要提供复制槽名称和位点 最后生产者循环解析复制流 过滤不需要的表达数件 然后处理增商改数件 PostGraySQL逻辑复制槽 逻辑复制槽需要 手动创建 手动销毁 用完之后即时销毁复制槽 释放资源 逻辑复制槽名称有长度限制 不同版本的处理策略 有些区别 有些会报错 有些会截断 一个逻辑复制槽 同时只能有一个订阅者 提示点是相对于MySQL 多了一个抽象层 逻辑解码输出插件 支持输出存文本 Json Protobuffer等格式 目前采用的是自带的Test Decoding插件 输出的是存文本格式 后面会支持更多插件 下面看一下全量迁移和增量同步 如何衔接 增量同步任务是在全量迁移任务完成之后开始 当我们把所有增量数据都merge到全量数据 这时候就可以组成目标端的最终数据 衔接的目标是保证不漏 尽量减少重复数据 这里的关键点是位点选择 确定增量数据范围 找到最佳位点 看一下增量数据范围的一个定义 对于任意位点 从该位点开始到定log结束位点 这个范围代表的就是增量数据范围 然后看下面这张图 这里展示的是正在进行全量迁移任务 在全量迁移过程当中 产生了增量数据 当时间点达到T3的时候 原量迁移任务结束 增量同步任务准备开启 这个时候 有三个位点可以选择 先看位点3 位点3已经在binlog结束 所以增量数据范围是空集合 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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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记录不会被执行到目标端 从而导致更新丢失 然后看位点2 位点2的增量数据范围 正好覆盖了全量迁移阶段 包括所有增量数据 这里没有数据遗漏 而且很少有重复的数据 最后看一下位点1 位点1的增量数据范围很大 其中还包括位点1到位点2 这一大段 根据前面的汉门讯 这一段数据 全部都是重复执行的 所以重复的量很大 所以最终结论来看 最佳位点是位点2 也就是在全量迁移任务之前 获取的位点 下面到了数据一致性校验阶段 一致性校验的前提条件是 当增量数据同步 持续一段时间 没有同步新数据 在一致性校验之前 可以停写圆端库 或者不停写 如果停写 那所有校验算法 都可以全面校验 所有数据的一致性 如果不停写 那就需要校验算法 来保障 或者允许部分增量数据 不校验 一致性校验支持流式校验 当发现部分数据不一致时 即可及时中断 同时一致性校验支持 所有数据校验和抽样校验 目前数据一致性校验算法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 Data Match 基于原始数据做匹配 支持所有数据库 但是数据传输量大 数据匹配量大 第二个实现是 CRC32 Match 基于CRC32 异货结果做匹配 支持部分数据库 数据传输量小 匹配量小 所以性能更好 同时一致性算法支持 自定扩展 下面看一下 停写情况下的 数据一致性校验 上面是原端用户余额表 下面是目标端余额表 数据一致性交验任务 分别从原端表和目标端 目标端表 读取数据并计算 然后比较两端的结果 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 就中断交验 一致性交验失败 如果两端结果一次 那就继续交验 一直到所有数据交验完成 交验成功 下面看一下 不停写情况下的 数据一致性交验 这里的区别是 不停写的情况下 业务系统还在 持续不断地有增商改操作 如果 如果增商改操作 是还没有交验过的记录 那么 由于增量同步 会快速把数据 同步到目标端 当数据一致性交验任务 读取到这些记录的时候 目标端已经有了最新的数据 所以可以交验通过 但是 如果 更新或删除的是 已经读取并 交验过的记录 这些变化 不能再 不能再次 交验 支持增量数据 的交验算法 目前还在规划中 下面看一下 完整流程概略的图 第一个是 一致性 教验停写的情况 这种情况的 优点是 比较容易保障 数据一致性交验 不出问题 所有数据都可以 很好的得到交验 不足之处是 假如数据量大 数据一致性交验 可能花费较长时间 从而导致 业务系统有较长的 停写时长 可能会影响业务 下面是 一致性交验 不停写的情况 这种 这种情况下 它的优点是 停写时间 可以很短 不足之处是 数据一致性交验 可能丢失部分 增量数据的交验 或者就需要 更强的 数据一致性交验 算法来保障 当然 最完美的情况是 在 短暂停写 这种场景之下 可以支持 完美的 数据一致性交验 最后看一下 断点续床 断点续床的前提是 有序数据 可定位 我们的全量数据 是支持 升序 排序 并且可以通过 组件 唯一件定位 增量数据 并log和 WL 本身是有序的 可以通过 位点定位 只要我们把 定位点 持久化 当迁移作业 重启之后 从这些定位点 继续迁移 即可 做到 断点续床 实施持久化 定位点 可能会影响性能 所以需要 平衡持久化 频率 可以允许 一秒左右的 一秒左右的误差 由于定位点 可能存在 一秒左右误差 可能出现部分 已经写入 目标端的数据 再次写入 导致组件 唯一件冲突 这里的解决办法 类似于 密等消费 MQ 重复消息 使用数据库 提供的 Upset 密等插入 Upset 可以支持 当数据 不存在的时候 即插入数据 当数据 已经存在的时候 更新数据 MySQL提供了 Insert into OnDuplicateKeyUpdate PoseGraySQL提供了 Insert into OnConflictToUpdate 最后看一下 Scaling产品线 包含 规划的产品 第一个是 数据迁移 或缩容 加密技术 Insert into Select 数据同步 OnlineDDL 其他的话 可以支持 制定扩张 目前 Scaling产品线 还没有正式发布 预计下个榜本 正式发布 部分功能 这次欢迎大家试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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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布 的设计 与实现 在开始分享之前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来自阿德 Shift的 月明后端 研发工程师 目前在公司 也是主要负责 公司的 技术服务的 研发 之前曾经在 新浪 微博 美图 等一些互联网公司 从事 KB方向的研发 个人当前 也是Apache KROX的 PMC成员 也是KROX的早期 开源的参与者 当然 KROX目前社区 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早期的阶段 我的KHUBID是 GitHug 欢迎大家来 关注和交流 以下是 今天的主要议程 第一部分 会简单 介绍一下KROX 主要围绕着 什么是KROX 以及它 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第二部分 会重点 分享一下KROX 内部的一些设计 与实现 最后一部分的话 会简单 讲一下KROX 目前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未来的规划 KROX是在 19年8月份左右 开源到社区 但是 我们没有做任何技术推广 所以 中间有 很长一段时间 是完全没有 外部用户和反馈的 直到2020年左右 我们才有了 社区的第一个用户 也就是学成 除了使用之外 学成的技术团队 也给我们回馈了 不少的 Asus和PR 像我们早期的 很多用户 基本上都是通过 他们的技术公众号 知道KROX的 所以这里要特别 感谢一下 学成的技术团队 在2020年初 加入我们的社区 加入我们的社区 接下来会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是KROX 简单来讲 KROX它是 建议我们的 Redis结议的分布式数据库 它和 Redis的最大差异点在于 KROX的底层存储 使用的是 ROXDB 所以我们的全部数据 是在磁盘上面的 另外在Redis的特性 以及语益介绍方面 KROX目前应该是 在开源的磁盘 Redis里面 做的是比较好的 在目标方面的话 KROX的主要是 为了降低Redis的 内存使用成本 同时提高 Redis的存储容量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就是因为我们 KROX的全部数据 是放在磁盘上的 所以天然在 存储的单位 使用成本上面的话 会比全内存的 Redis会低很多 同时在容量方面 磁盘也会比 内存大几个量级 当然KROX目前的 主要定位是 作为Redis 在大数据量 存储场景的 一个补充 而不是要完全取代Redis 这块也是 没办法完全取代的 比如说我们 有些场景 它对于延迟 有些极致的要求 那这种场景的话 仍然还只能使用Redis 因为磁盘 Io这种是相对不可控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KROX的核心特性 第一点是 介绍Redis协议 作为磁盘 内型的Redis的存储了 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 其实就是基于 ROXDB之上 去实现 Redis的输入结构 以及特性 第二点是 我们支持 Lenspace的机制 来做数据隔离 这个跟Redis的 Betabase机制 有点类似 但是 区别一点在于 Lenspace是 每个都有自己的token 所以 也意味着说 如果我们 把一个实力 给多个用户 去使用的话 那 从他们角度来看 他们使用的 任何 token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也就不会有 数据互相干扰的问题 第三是支持主重复制 整体类似于 MySQL的Binlog机制 因为我们也是 先主库 先写 本地文件 然后再通过本地文件 把它捅铺到 重库上面来 同时 KROX也支持 使用Redis的 设计来做 高可用的切换 我们在其他 很多设计方面 其实也是 类似会 优先尽量去 兼容Redis的 已有生态 而不是自己 造轮子 第四点在于 KROX也支持 集群模式 我们在协议上 是完全兼容 Redis的 集群协议的 用户可以直接 使用Redis的 集群客户段 来访用KROX 但是 在设计上面 有一个 比较大的区别 在于KROX 并没有使用 Redis这种 去中心化的方案 而是通过 中心管控节点的方式 来管理 我们的集群 图谱 这块主要的考虑点 在于 去中心化的方案 本身代码要写对 就不太容易 同时 如果我们在 代码里面 去实现 去中心化的过程 的话 会导致我们整个 核心实现 会过于复杂 所以我们 最终选择的是 中心节点 来管控 我们的托普 然后 只在核心里面 去实现 协议 以及在线 迁移的 内容 目前KROX 从开源到 现在 差不多 也有 三年左右 已经经过了 海内外多公司 线上大规模的验证了 比如说 像国内的 学厂 百度 这些都是 有大几千个实力 在线上 跑了一两年 所以 我们在 稳定性上面 是有一些保障的 另外 像海外 以及日本的 UNIX 和欧洲的 Cycle 都是 KROX的用户 当然我们当前的 用户量 还是不足够多 我们也很期待 有更多的公司 可以在线上去使用 KROX 并一起来做 设计的建设 接下来部分的话 主要是 关于KROX 内部的一些设计 还有实现 目前KROX 已经支持了 绝大多数的 常用的 Ratis的 数据结构 和命令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支持了 Stream 还有List List 这边没有列出来 还有Hashi Sata SodidSata Bmap GO 甚至联络 还有传线 这些都是支持的 我们传线 标识的一个 Parsure 就是因为 由于我们当前 整体设计的原因 所以导致在 支持那个 握取跟 R握取这两个命令的时候 会稍微有些复杂 所以我们当前 还不支持 这两个命令 对于那个 Stream 跟Hyperlog 这两个 数据结构 之前在社区里面 也有人提过 但是 还不算是 特别强烈 如果 后续有更多人提 而且我们这边 有原力的话 我们也会去 尽量支持 完整的 这些数据结构 下面是 Kerox的一个 整体再构图 在写计息方面的话 Kerox使用的是 多线程模型 每个Worker 从写计息到 执行阶段 都是相互独立的 这跟Relix的 多线程IO 有点不太一样 Relix的 多线程IO 只是在 IO阶段 处理还是 单线程的 举个例子就是 我们一个 Gate的请求 它只在 Gate的 写议解析 以及接收 还有范围阶段 是 多线程 但是对于 那个 从列纯里面去 Gate这个Key 它是单线程的 而 我们 Kerox 它是从 写议解析到 去数据库里面 到从 DB里面去 拿数据的话 它是完全 是独立的 这种设计 有一个好处在于 它可以充分的 利用多核 但是在 一些场景上面 也会变得一些挑战 比如说 像 Lua执行 因为我们Lua BM本身是 非线程安全的 所以我们 最终执行的时候 也是得跟 Relix一样 推化为 单线程的模型 另外 多线程的模型 对于 BlockingProper 还有 Wordered Unwordered 这些病例的话 也会有一些挑战 比如说 我们得去 协调多线程 之间的 同步问题 这块 也对我们代码 整体的实现 复杂度 会增加不少 然后 中间的 翻译层 主要作用是 将 Relix的 请求 转化为 RoxDB的 读写 比如说 我们有 Hashi Least SortySet 这些数据结构 它本身是相对复杂的 我们要把它转为 RoxDB 这种简单的 KB读写 还有像 G群 Rua 以及 事物的相关特性 我们也是在 这一层去做转换 最底层的是 存储层 也就是RoxDB KRox的 存储以及 复制 是完全基于 RoxDB的 SST 以及它的 WAL的 技术去实现的 我们后面的复制也会提到这一块 所以这里就不进行展开了 我们上面也说到 KRox 它是基于RoxDB 之上去实现 Race的相关功能 RoxDB是Facebook 基于 谷歌 的 LabelDB 去实现的一个 单机的存储引擎 它 它主要提供 也就是 简单的 KB 读写的API 我们可以看到 它提供就是 get的一个key 然后set的一个key value dd的一个key 是吧 就是一个简单的key value管理的API 最后一个 系统API是 可以让我们根据 前缀去做一些 匹配 还有便利 所以 大家可以理解为 KRox 就是一个 基于RoxDB 这几个 简单的 KB 读写 API 去实现Redis 相关的 数据结构 以及功能 当然RoxDB 还有提供很多 优化的特性 以及API 我们有一篇幅 原因就没有 在这里进去展开了 RoxDB 它本身 底层存储 还是使用的是 LSMTree 所以我们 这里会简单 介绍一下 LSMTree的基本原理 LSMTree在写入的时候 它会先写 写到 MeroTable 也就是内存层 当MeroTable 满了之后 它会通过 转变为 不可写的MeroTable 然后这些 不可写的MeroTable的话 再通过后台的线程 再刷到我们 磁盘里面 变成SCT 我们可以看到 SCT本身也是多层的 像我们由MeroTable 刷到磁盘 这些会先变成 L0的SCT 然后L0到达 一定的 预值之后 比如说我们这里 是一句 然后到达一句之后 会刷到L1 我们L1的预值可能就是 10句 然后下一层 L2可能就是100句 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 也是类似 我们会先读 我们的MeroTable 如果没有的话 会从L0到L1组成去查找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 我一个Kid不存在的场景 那么我可能就需要 有很多次的持牌 要从L0一直读 读到L1 当然 RoxDB 它也做了很多缓存 还有查找策略来优化 这种场景的性能问题 L7Tree 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点 在于它的删除 它跟Btree这类原地更新的存储 它一样一个点就是 L7Tree的删除 它其实也是一条写请求 请求里面 标识这个Kid已经被删除了 它是没有Value的 就是标识标识这个Kid被删除了 当我们读取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Kid 被标识为删除之后 我们会认为 这个Kid已经是不存在的 那这些删除的KidValue 早会在我们的刷盘 也就是我们conversion的阶段 被回收掉 所以我们上面也提到 conversion这个主要的功能 它其实就是将上层的文件 合并完之后 起到下一层 比如说我们在L0容量满了之后 我们会把L0的文件作为输入 然后生成L1的新文件 在合并完成之后 会把L0的老文件给回收掉 以此类推 比如说L1就到L2 L2就到L3等等 我们在合并的过程中 也会把 这些已经删除 或者过期的Kid直接给丢弃掉 相当于我们conversion 还会承担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数据回收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不同数据结构 在KROX里面是怎么实现的 对于Stream类型它本身也是简单KB 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直接将用户的KB 写到ROXDB里面来 但是由于我们要基于KB之上去实现 NetSpace 机群 以及过期这些特性 所以我们需要在用户的KB之上 加一些L1 比如说我们的Key方面 就增加了一个NetSpace 以及Stalk这个前缀 NetSpace比较好理解 我们就是为了做不同用户之间的数据隔离 然后Stalk跟Redis的那个极限的Stalk是类似的 我们迁移是按照Stalk的维度去做迁移的 在Video方面的话 我们主要是增加了一个Flag跟一个过期时间 Flag主要是标示说当前这个Video它是什么类型 比如说我们这里可能就是Stream 还可能是HashiList等等 过期时间主要是为了当我们读到这个Key的时候 我们根据过期时间去看一下 这个Key是否已经过期 如果已经过期了我们认为是不存在的 而对于HashiList这种数据结构来讲的话 它理论上也可以跟Stream类似 将整个Hashi或者List 序料完之后存储到我们没有里面 但是这种会变得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这个Hashi或者List比较大 类似于我们Hashi里面可能有几百个字段 或者几千三万个字段 这时候我要更改一个字段的时候 我是不是得把这几千个字段从Value里面倒出来之后 然后进行反系列化 然后再更新然后再回写 如果这个Value很大就会刚才时候讲到比如说几千个字段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巨大的读写放大 我可能只想写一个字节 但是它可能放大完就放到几十兆甚至几十句 对所以最终会导致我们的性能衰退 所以在最终设计上面的话 我们针对这些复杂数结构的话 我们会拆分成多个KV写到RoxDB里面去 比如说我们会把Hashi每个字段都变成一个RoxDB的KV 然后写到RoxDB里面去 我们下面就以Hashi为例讲一下我们大概是如何去做设计的 我们的Hashi是分为两种Key 跟Stream不太一样 我们分成一个MetaData 一个子Key MetaData里面存储的信息 主要是存储我们这个Hashi对应的数据 比如说像Hashi的过去时间大小板本号 板本号是为了作为那个快速算出 我们后面也会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Size的记录就是我们当前的Hashi里面的 元素个数 具体的Hashi里面的元素的话 会拆分成每个独立的KV之后 写到我们SubKey的这个Chrome Framework里 就是独立一个 可以理解为一个独立的数据库里面 然后这里的板本号主要一个作用是 为了做那个快速算出 比如说我们要算出一个Hashi 假设没有板本号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得把所有的Key 比如说我们有10万个Key 那我们是得把所有的这10万个Key 先便利出来之后 然后逐一的做删除 所以这个删除过程中就可能需要有10万次的 那个KV读写 所以可能会导致我们整个服务变慢 当有了板本号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板本号 或者说我们把这个MetaData给算出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子Key 或者说我们字段里面的Key 它实际上是加到我们Brosion这个潜缀 也意味着说如果我们这个MetaData被算了之后 那这个Brosion就不可见了 这个Brosion不可见了之后 那这些子Key是无法被索引到的 相当于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了一个 变相延迟删除的功能 下面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们整体的一个代码实现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代码实现这块是经过一些简化后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的 我们第一个是简单讲一下 我们要在HC里面写一个Key 它整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们KROS本身是多线程的 所以我们在写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得先对这个Key进行枷锁 然后接着去根据HC Key去找一下 它的MetaData 如果MetaData不存在的话 我们会给它生成一个新的版本 如果MetaData存在 且还没有过期的话 那我们就会去利用里面的版本号 再根据版本号组成我们HC里面这段的Key 然后写到我们的ROCKS TV里面来 所以跟我们上面讲的是一样 就是我们在写入的时候 我们会先去拿它的版本号 然后拼成直Key 写到我们的ROCKS TV里面来 我们读的过程也是类似 就是我们会先使用HC Key去找到这个MetaData 如果这个MetaData存在且没有过期的场景下的话 那我们就会拿到它的版本号 再根据我们用户的Key 拼成一个直Key来到我们的ROCKS TV里面来查找 所以我们代码第一步实际上就是 先获取这个MetaData 然后拼接MetaData 然后取数据就这么简单 相比于我们之前的实现可能就多了一步 而删除的过程也是类似 就是因为我们直Key里面拼接了版本号 所以我们删除的时候 就不用去删除这些直Key 我们只要把MetaData给删除掉就可以了 自然这些HC里面的Key就无法被找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代码里面 我们实现了跟Strend这种删除 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 我们会根据这个HC的Key 去找到它的MetaData 如果它存在 那我们就把它删除掉 不存在说明这个Key原先是不存在 我们就不用管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版本号的机制 来实现一个延迟删除的功能 那么这些MetaData已经被删除 或者说已经过期的直Key的话 它会在哪些阶段会被回收掉呢 这是依赖于我们的Compression机制 我们会在Compression阶段的话 会把这些没用的Key给回收回来 像RossDB它默认的Compression 包含LevelDB也是 它只会去把那些标记为删除的Key给回收回来 所以如果是假设只有这种功能长期下落的话 我们HC里面这些已经被删除 或者说已经无法被索引到这些Key的话 那么它是无法被回收的 因为它只是MetaData找不到 它并不是真正的被删除 所以我们这块就依赖RossDB本身提供了Compression这个功能 来自定义我们的回收逻辑 Compression的话它会毁掉我们自定义的回收逻辑 来掉我们的回收函数来决定说 某个Key它是否应该被回收 接下来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我们 SubKey的一个ConviteField的一个实现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核心逻辑也就是 时常捕到的那个代码量 它首先会简单查找一下我们的MetaData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意味着说 它的MetaData已经被删了 那么这些Key也应该被回收掉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长期就是 这个Key它可能在删除之后又被重新使用了 所以我们需要对比一下当前Key的版本号 以及MetaData里面的版本号是否是一致 如果不一致呢说明说这个Key已经 它的MetaData被删过了 然后这MetaData已经是新了一份了 已经不属于 这个Key已经不属于这个HC里面了 或者说这个历史的里面了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Key也回收掉 这种后台或者我们叫延迟回收机制 也会有一些限制 首先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回收 这些过期的Key的话 那么会导致我们之前所说到 SEEK这种场景会变得很慢 因为我们SEEK的时候需要去根据前处去匹配 所以当我们有大量没有用 或者说已经被删除了Key这种场景下的话 SEEK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去跳过这些没用的Key 所以会导致大量的性能衰退 或者说导致大量的时间消耗 第二个就是后台Compation期间 它其实也是会抢占我们大量的磁盘 以及CPU 所以也可能导致我们访问会有一些毛吃点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 RoxDB社区也在做一些尝试 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Compation Uploading到远程去做 然后第三点是 如果我们Compation如果做得不够激进 或者不够及时的话 那么就会导致 磁盘上面残留大量没用的Key 从而导致那个磁盘空间放大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就得去 权衡Compation跟性能之间的权衡 除了基本使用之外 KeyRox也利用RoxDB的特性 做了大量的优化 比如说复制的时候 使用TrackPorn来代替Backup TrackPorn跟Backup的最大区别点在于 在同个文件系统下的话 它会使用一连接 所以可以减少复制时的 大量的Io读写 因为一年间它只会 给我们的iNode加一个 引用技术为 它不会做真正的拷贝 同时速度也会快很多 第二点是我们使用 现金式的Compation技术 来平衡Compation的频率 以及我们尺盘放大之间的矛盾 第三点是我们支持的RoxDB 的BlockDB的特性 在大KeyB的场景下的话 可以极大地降低 我们Io放大的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基于RoxDB的特性 去做了很多特定场景下的 独优化 具体的内容可以看 我们PPT里面的社区文章 编辑里面的社区文章 下面的性能数据 是很早之前 我们基于MVMe磁盘的压策 右边是具体的压策室的配置 我们可以看到KeyRox 实在有一次多现场 所以它在不少的命令 以及场景下的话 会比单现场的Redis 存储方面会更加好一些 当然这个数据也只能作为参考 不同的命令 还有环境 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如果对于性能感兴趣的话 可以基于自己的场景 还有命令 去做一些简单的压策 而不是直接使用我们这个数据 去作为线上的参考 另外在磁盘存储的场景中 比较容易遇到问题 就是磁盘IO带来 毛色点问题 为了方便定位这件问题 KeyRox也支持了 Profile命令的命令 可以根据命令 还有延迟的维度进行采样 比如说我们图中的SETA命令 我们是根据SETA命令 去做采样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SETA命令它在访问的时候 它延时的消耗主要是在哪里 或者说在哪个环节 其他命令也是类似 如果我们遇到慢景球的时候 或者说遇到偶发的慢景球 我们可以把这些命令 加到我们Profile命令的命令里面来 所以当它产生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采样 并把它每个环节的 耗时给打印出来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耗时 去做定向的优化 在组成复制方面的话 整体上在组成复制方面的话 我们整体在概念上面 会跟Release比较类似 我们也有选量同步 还有增量同步 重库会先发送一个 Auth验证到主库 通过了之后 会把自己的DBNAM 再进行一次比对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防止 我们不管是DBA或者开发 它首误配错了主库 所以导致数据 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接着重库会把本地的DB的 SecretNumber发送到主库上面来 这个SecretNumber实际上 就是RocksDB的SecretNumber 然后主库会检查 这个SecretNumber 是否还在我保留的 同步日志区间内 如果是的话 那就会把这个SecretNumber 之后的日志 同步到重库上面来 如果超过了呢 就会触发全量同步的逻辑 全量同步的话 会在主库里面创建一个TrapPoint 然后再把TrapPoint里面的 MetaData同步到重库上面 然后重库上面会去解析 这个MetaData文件 然后看一下我们有哪些 SCT文件要去拉取 然后拉取成功之后呢 会使用这个TrapPoint的数据 去恢复重库的DB 然后接着再拿着这个DB 最新的SecretNumber 继续去尝试做 新的增量同步 然后因为我们的 全量同步是基于 那个文件级别的 所以理论上我们的性能瓶颈 主要是在于我们硬件本身 比如说像网络或者磁盘IO 我们之前做过验证就是 在万兆网卡的场景下 如果捕捉线流 一个50G的DB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一分钟之内 可以同步玩 所以整体性能是比较好的 但是单纯依赖 SecretNumber这种检查机制去做 增量同步是有缺陷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两个 完全独立的实例 比如说我们叫Server1跟Server2 这两个实例之间是没有同步关系的 然后他们各自都写了100条数据 我们SecretNumber到100了 像我们图中所示的 这100条数据的背后 SecretNumber为100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 Metual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Server1 它实际上是Key1 Metual1 对于Server2 它是Key2 Metual2 因为我们之前在做 那个增量同步的时候 只会检查SecretNumber 这会导致一个问题 即使是它内容不一样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会导致说 它后面会认为 它是一个正常 增量同步的过程 会把后面101 102的数据也同步给Server2 这个就会导致 两边的数据不一致 所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当前的解决方案 跟MySQL的GTID的 机制是有点类似的 我们会在日记里面 加入一个复制的ID 增量同步的时候 除了检查SecretNumber之外 还会去检查 这个复制ID是否是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话 那我们就会触发 全量同步 把数据从组库 复制一份到重库上面 而来避免 那个数据的不一致 在决定方面的话 K-Rocks的实现机制 是类似于 Release集权的方式 我们会根据 Key来计算Stock 然后根据Stock维度去分配 还有做在线迁移 唯一的差一点在于 Release Class的机制 是通过Gosfi协议去实现 无中心的节点发现 但是K-Rocks里面 只实现了Stock的迁移 以及协议的解析的部分 Toolport的管理是放到 外部的管控节点来做的 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 我们的方案就很简单 K-Rocks它只要去做 在线迁移的部分 但是相比于Release Class 这种的去中介绍的方式的话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得额外去部署 一个管理的节点 在运维部署上面 会稍微比较麻烦 还有繁琐一些 但是K-Rocks 它的机制模式 是兼容Release Class协议的 用户还是继续可以使用 Release Class的客户端 来介入K-Rocks的机群 然后基金签议方面的话 我们主要有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由外部的控制节点 发起签议指令 然后延节点会创造一个Snet Shop 然后Snet Shop会找到 属于这个Stock的数据 然后发送到目标节点上面 便利完Stock Snet Shop的数据之后 我们会根据Secret Number 再把后续的增量日志 再起到目标节点 这个整个过程中 跟我们做取量同步 是比较类似的 然后中间有个点就是说 如果我们两边的数据 追得比较接近的 比如说我们主顾 把我们的原节点 把数据同步的差不多之后 这时候我们会触发停歇 然后把后续剩余的部分 再同步到一个目标节点上面之后 被吸管状态 就不再接受寫入了 所以整个过程 实际上是比较简单 就是Fast Nets Shop 然后增量同步 增量同步追上了之后 再把剩余的部分补上 接下来的话会简单 讲一下我们KROX 目前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我们的未来规划 前面两个问题 其实都是LSM3 所面临的通用问题 第一个就是 Compression所带来的 直白IO变高 以及CPU抢占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 社区里面像Locky Set的 解决方案是将 Compression的Uploading到远程的存储上面来做 RoxDB它本身也在探索这个方向 但是还没有完全落地 而针对删除Tomstorm 过多导致服务变量的问题的话 KROX也之前尝试 做回机计划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第三点是 KROX的内存是 内存的Cache是完全依赖于Block Cache 所以这块当我们有大量的Cache 这个K的场景下的话是 会有大量提出的问题 所以会导致我们 转移Cache的效率变低 目前我们也在尝试 使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高 我们Cache的效率问题 第四点是 KROX目前的部署方式 还是偏向于传统运维运方式 所以在云延伸或者是 在云上面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挑战 在未来方面的话 我们会去支持更多数据结构 比如说像GSM 还有一些Time Series之类的 然后第二点是 我们最近会发布一个社区版本的 进行管控服务 让我们的进行管理相对简单一些 然后第三点是 从安全性方面的话 我们也会做一些增强 比如说我们一期去支持TLS 最后KROX在社区方面 也希望可以跟公有云配套 融合得更好一些 除了更好的利用 公有云的基础设施之外 也预期让KROX能够在云延伸 或者是在云上面的用意 变得更简单一些 最后如果想参与到KROX社区的 欢迎订阅我们左边的这些邮件组 或者扫描右边的公传号 加到我们市区里面来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